喂!8點了!點火了! 早上,你好,我是大寶 今早又來到一個男女感情科 這個很害怕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之前也想過 就是如果發生在我身上的話 我能不能夠接受到呢? 事實上,我是承認的 有人說你是不是屬於那種... 大男人 是的,我想我最少有70% 我覺得你的九成九 七成啦,你誇張了 沒有這樣的事啊,完全 我搞錯,我覺得你絕對是一個大男人人 今天我們說的是一對夫妻或者情侶 女生的職位比男人高 或者是女生的工錢比男人高 賺的錢比男人高 所以在這樣的戀愛關係裡面 會不會產生一些問題 還有怎麼維持的呢? 其實是這樣的,如果剛才那兩行 職位和錢,我分得很開的 錢你賺比較多,OK 還好 你還你我還我 不需要我你你還,正 但職位就不行了 尤其是同一間公司的話 其實是難的 但不同的公司呢 不同的公司你運去都好 即是你的... 不同領域就行 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 基本上是一個GM來的 你只不過是一個Exact GM 你很討厭說你去到這樣的位置 當然要這樣比較 他是公司呼風喚雨 回到家給你呼風喚雨 還有一件事 就是當你們剛巧在同一個場合出現的時候 好,你選擇GM 原來是你老婆 是 即是女朋友 但你只不過有一點點... 是 又或者出席一些公共場合的時候 你出席老婆的一些宴會 或者是嘉許儀式 之後 之後 教會卡片 原來 你老公 也... 好像演戲一樣 平常演戲也有 嘉嘉給你 你做姓韓的 對 而且你會不會被那個女人收賣的 是 什麼叫收賣啊 真的不敢帶你出去見人 對,很可憐 所以是相信你自己專心 有一點點 OK,那今天就立即了 雜思講一下 0377103988 0377103988 大家撥電話上來 講一下如果這種戀愛關係 怎樣可以繼續 而且 維繫的最主要元素 是什麼